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將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賦物 沿途往下 有水的地方就會有樹了 現在我們下到這個地方看到的河流 就是楚河了 所以你們會看到有很多理型色 就說這個楚河 楚河和界 就是隔著一邊是基爾吉斯 一邊是哈薩克 那事實上不是我們在下象期的楚河和界 我已經講很多次 就說這個河的名字叫楚 那在基爾吉斯還有一個文化就是搶婚 搶婚 搶婚 就是說在路上以前 他們男人看到女孩子就可以搶回家 就像我們那個 這個阿伊朗拉 阿伊朗拉的媽媽就是被搶走的 被搶婚搶走了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來拜訪當地的居民 當地的居民 我們今天準備在這裡用晚餐 就是家訪 那這一位太太的先生叫做阿曼 上一次我們去考察的時候 去採線 就是她來幫我們開車 這一次也是由她介紹 就是阿曼介紹我們 她到她的舅舅家 她舅舅家 正好阿舅舅家和女兒剛結婚四個月 你看 這些太太 她們正在準備我們今天的晚餐 你們剛才有看她的舅舅 我沒有這一次 我這次沒有去看她的舅舅 我不知道舅頭是怎麼來的 她的舅舅 又拿去採 變成大了舅頭 那我們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那我們今天的晚餐 這個就是她們當地 也就是說 那個吉爾吉斯人 最豐盛的餐 就是這樣的一個晚餐 也就是她們嫁女兒 嫁女兒的 登場啦 回門酒 我們要請親家的菜 就是在這邊 你看我們20人客 這桌這麼大桌的菜 請 大家人都很興奮 這個吃不到三分之一 我們就已經吃得很飽 一直說 你們包回來 叫我們包回去吃 那當地的兩個導遊 他們說 每一樣東西都很好吃 但是可能是因為 我們比較不習慣他們的味道 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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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馬漢前夕 對 對 這個這個是 你們出國沒有出過這樣子的啦 真的沒有出過這樣子的啦 這個是 真的是 真的是 非常不同的體驗 我說這是馬漢前夕 可以 談到這個是他們舅舅的女兒 當新娘 他才剛剛結婚四個月 長得很漂亮 長得很漂亮 在 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來談一談 這邊就是那個 這邊就可以說 他們這些 這一個地方 東幹 東幹族 我想大家應該有聽過 東幹族 就是 1942年 在 蘇聯 他們有使用一種 東幹 這個名詞 有一支 從中國跟甘肅 和陝西境內 遷移到中亞來的回族後裔 現在主要分布在 吉爾吉斯 哈薩克都有 另外還有少數分布在蒙古 烏茲北克 跟那個 跟那個塔吉克 塔吉克 還有俄羅斯的境內都有 這些 東幹族 就是 陝西之亂的時候 那個時候 大概 有10萬人 來到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邊看到 煮飯給我們吃的人 就是東幹族 大家 拿杯子 互相經營一下 今天是大家非常的開心 因為每一天的餐都非常的特別 這真的是我們的精心傑作 精心傑作 那 在這邊 真的 我們就是來參觀他們東幹族的聚肉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 他們都不是吉爾吉斯人 他們就是中國人 但是他們會講他們的話 像陝西、甘肅 他們 當地的話 他們會講 而且基本上 我們跟這邊當地的人 都用中文都可以溝通 你們 沒有把這些菜吃完 是不能回家的喔 跟你們先警告喔 好 那大家很開心 給他一個紅包 好 你看 他們還穿著 那個 中國的這種 傳統服裝 好 因為新娘 要結婚就是這樣 穿這個衣服 好 好 你好 你好 他們都會講 他們都是東幹族的 還有他們東幹族的人 他們 一定要娶他們的 他們 同族的人 好可愛喔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下榨的飯店 叫做 Bana 那在東幹族 再講一次 這是我們住的飯店 後面就可以看到 楚河 然後 我們應該要去了解 這一批 使用 傘肝方言 他們真的人會說中文 但是他們不會寫漢字 這是他們 特殊的民主生活環境 好 所以我們享受了 他們的東幹族的料理 就來到這個 Bana 這個地方 這個Bana 這個地方是 我們 11月份來考察的時候 途中 發現這邊有一家飯店 非常的漂亮 然後從這邊 往前看 那個對面就是哈薩克了 但是 對面是哈薩克 我們要去哈薩克 卻是要從 基爾吉斯搭飛機到 阿斯塔納 阿斯塔納 第一大城 其實我們現在行程 只是 第四天而已 只是第四天 那這是我們住的飯店 這個飯店 非常漂亮 是一個新的酒店 而且晚上這邊所有的燈光 都很明亮 然後空氣也非常的好 好多人 主要來住這個飯店 就是 我們要 明天要去拜訪 禮拜的家鄉 這叫Bana Hotel 我們一間飯店 叫做Bana飯店 對面看到的山 翻過這一道山 就是哈薩克 Bana飯店裡 楚河的旁邊 你們應該聽得很清楚 你們應該聽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看到的鐵網 鐵網 過那邊 就是哈薩克 你如果背過鐵網 所以說 它就是隔著一條河而已 說詞 lemonade 說 兩位 。